我 妈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你不也没睡吗 让她这么一折腾啊 我心直发慌 你说这个小飞能跟她谈好吗 来 坐下 妈 你不用担心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 不踏实 齐飞这个人 妈你了解吗 其实他们家也是农村人 就是比咱们早来了几年 我听说他爸是个娃将 带着十几个人进城打工盖房子 后来就发了 这个家 就一心想让自己闺女 嫁给一个有学问的家庭 一来二去跟小鹏就谈上了 原来是这样啊 想想京风阿姨挺可怜的 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还要挣钱给财经交学费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现在好不容易苦精干来了 又遇到这事 当初啊 你真不应该跟她分手 不是我跟她分手 是我妈当时死亡 如果不是阿姨阻止 你们已经结婚了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会爱她对吗 是不是啊 你胡说什么呢你 是不是啊 行了 能了 說實話 我之所以接受建發醫 就是想給我爸找個個伴 找一個 以後能夠照顧他生活的人 至於彩玲 就全當我多了一個妹妹 我發誓 她就是我妹妹 我讓你發誓了嗎 讓你海誓山盟了嗎 我就是希望你能夠端正她 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哪兒還有位置 都被你佔碗了 她和小鵬的感情好嗎 小鵬公司就是他們家出的錢 小鵬敢對她不好嗎 霓兒 家強對你好嗎 是 捨得給你花錢嗎 你們倆人結婚這麼多年了 怎麼也不要個孩子 媽 您看您自個的事還沒處理明白呢 怎麼又操引起我來了 我都困了 真的 咱倒點休息吧 好嗎 好好好 睡 睡 你不累啊 我不累 早點休息吧 好嗎 好嗎 好好好 睡 睡 睡 晚安 晚安 哦 老爸 現在 Config 你也要去便 ر pa 你們敢不 sc 看嗎 這是你雖然 важно 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先生 你好 你好 这房间的人呢 好像是去餐厅了 你啊 张海长 杨勒你们都来了 没吃早饭吧 你给我吃 免费的不要钱 从来没有白吃的饭 你吃着用的都是我花的钱 是吗 那谢谢你啊 你说找个限解我也没钱呢 问你吧 以后下局的时候我让你连忙